走路慢 下车难 提不动 不对营养 让长辈生活好给力 当长辈出现走路变慢 起身困难 东西提不动 这些可能都是营养不足的警讯 长辈们的营养素吸收有限 再加上常常一个人在家 制备的一个餐食会比较简单 所以长期下来 就会造成有营养素缺乏的一个问题 所以完整营养素的摄取非常重要 根据研究调查 65岁以上的营法族 普遍有营养素摄取不足的情况 营法长辈的饮食简单制备三原则 首先第一个是少量多餐 尽量加强每一个餐点的一个营养密度 让1加1大于2 第二点建议长辈们选择 符合自己吞咽能力的一个食材 例如像是软植或者是益状的一个食材 第三点建议长辈们选择 好取得的营养补充品 这样子让我们的长辈在摄取饮食 可以更开心 营养摄取也可以更完善 除此之外 也建议选择均衡营养品 作为餐跟餐之间的营养及热量补充来源 就像具有卫福部认证的贵格完善营养素 一罐喝到均衡营养 含有30多种营养素 还有优质蛋白质 给予好体力 8周增进活动力 除了营养足够外 建议长辈们也搭配适量运动 双管齐下改善活动力 让生活更给力 没有最健康 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TOP1HALF TOP1HALF 3 唯一 אט 苹